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网友发现他脖子上面佩戴的项链logo 放大它就是HS 那么这两个字母也正是玄冰和宋慧乔名字的首字母 宋慧乔的圈内好友在社交平台上面分享了韩剧《他们生活的世界》的主题曲 并且配文《那些艰难的感情》 而乔妹这番操作反而是更把自己往复合的话题上带了 而且玄冰多年的造型师在这个爆出复合传闻的节点之上 又特意去关注了宋慧乔的安逸 这很容易让人理想到到底是不是两个人的关系有什么新的进展了 加上离婚之后宋慧乔曾经高调发文称怀念28岁 而那一年也正是他和玄冰甜蜜相恋的时候 目前两位都是单身有没有复合当时没有做出回应 但巧合一多一色复合的可信度就高了起来 让许多网友开始讨论起来了 有CV党强烈的呼吁他们复合的 也有网友递死离过婚的宋慧乔背不上玄冰的 虽然复合还只是猜测 但是还是引起了不少人的争论 毕竟这一对也是很多人心中一难停的一对啊 2008年两个人合作拍摄他们生活的世界 因系生情传出了绯闻 2009年宋慧乔和玄冰公布恋情 牵手出席公共场合 两个人爱的坦荡爱的高调 恋爱期间撒了无数的糖填吼众人 玄冰会大方的承认宋慧乔是自己的理想型 而宋慧乔也会在各自分开拍戏的时候 对着镜头说想啪 正当大家都觉得两人好事将近的时候 2011年玄冰和宋慧乔却宣布分手的消息 一时激起了千层浪 引起了各种的猜测和议论 虽然官方的原因是聚少离多压力太大 但是导致关系破裂的真正原因 也只有当事人最清楚了 分手之后玄冰入伍再复出 而宋慧乔则是继续拍戏发展事业 直到2015年 宋慧乔和宋仲基合作太阳的后裔 同样也是游戏生情 2017年双送CP结婚 献煞旁人 只可惜这场神仙般的爱情 都没有撑过两年 就宣告解体了 四年的感情 最后只剩下一场撕逼大战 在宋慧乔经历了恋爱结婚离婚 这一系列的人生大事的时候 玄冰这边几乎是没有恋情传闻传出的 反而在大火的巨爱的破价当中 被许多的网友强行 将他与孙玉珍看作是一对 如今兜兜转转 两个人又被传出了复合 也不免让人讨论起了和前任复合的可能性 有人说前任就像是一坨屎 有一天你扔掉了它 过了好久 这坨屎分干了之后变成了巧克力色 于是你又心动了 经不住诱惑 拿起来又尝了尝 还是一坨屎 破镜难再圆 感情一旦有了裂缝 就很难再回到最开始的样子了 在三年前 一对韩国情侣终于在万众主播之下 完成了他们合作的诺言 他们就是在韩剧《太阳的后裔》当中的 宋慧桥宋仲基 在当年的时候 大陆刮起了一股寒流 这部爱情电视剧被誉为了最美的情侣 大家觉得他们俩要是走到一起的话 那么就是完美了 然而当时的时候 这对情侣不以为意 他们没有承认所谓的情侣关系 仅仅是停留在工作表面 还没有说谈到这个谈婚论嫁的那个地方 而且他们俩还是那种女大男30岁多的那种姐弟恋 所以危机还是有的 所以在2017年的10月份 宋慧桥宋仲基正式对外宣布恋爱 并且举行了唯美而浪漫的结婚仪式 很多朋友和友人见证了这一次别开生命的场面 大家也表示了美好的祝福 原来这是一对公主和王子结合嘛 而且这对姐弟恋的情侣也没有辜负大家的期望 这对夫妻开始的时候还是比较的幸福而甜蜜的 浪漫也温馨的 人们也希望这对夫妻的童话继续上演下去 也是大家满满的期待 不要让大家失望啊 也就是在结婚不到两年之际吧 这对情侣的神话彻底破灭了 去年的6月份 宋慧桥宋仲基正式对外宣布协议离婚 当然离婚的理由也是扑素迷离的 不过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 这对王子公主的故事破灭了 而且是突如其来的 有人说是其中的一方感情有所背叛 也有人说是双方感情性格不合 缺乏理解 所以才导致了分道扬镳 各奔东西了 但是分开已经成了事实 那么到今年的6月份 两个人正式离婚已经有了一年了 作为女方的乔妹 已经从失落的低谷气当中走了出来 大家发现精神面貌比较不错的 这次呢也是穿着浅蓝色的碎花裙 手里还拿着一件衣服 虽然戴着口罩 难以掩饰其魅力的优雅 大家觉得看见苏惠桥这样的状态 表示开心 大家也希望未来乔妹的发展 越来越好 邂逅属于自己的爱情 电视剧《恋爱的温度》里有这样的一段话 两个人分手之后 复合的概率是82% 但是复合之后 能够一直走到最后的只有3% 设下97%会再次分手 理由其实都是跟第一次一样的 我并不是说和前任复合一定是不可能 而是每一段感情走到分手的这一步 都是有原因的 导致你们情感破裂的罪魁祸首没有被消灭的话 那么也只会陷入到分手复合再分手的怪圈当中 磨合不来最终还是逃不开分开的命运 而那些分手之后成功复合终成眷属的例子 前提都是从根本上解决了上一次分手的原因 并且更认真的计划着未来了 也有人调侃的说 好的前任就应该像是死了一样 永远都不相往来 这才是对曾经爱过的彼此的最大的宽容 和对现任的最好的善意 但是我想说 若复合依旧无故 与其留恋过去的旧爱 不如说更期待更美好的未来 正如歌字里边唱到的 相爱一场 我们就不必在爱里勉强 而不管苏惠乔和玄冰到底是不是有意复合 还是炒热度都祝福他们 十里桃娃 两人一马 谢了繁华 各奔天涯 也希望你我在任何的时候 都有重头来过的勇气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 那么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你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